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咱们会员专响翻牌节目时间了 看看会员朋友们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戴卫王问了一个问题 说求翻牌为什么有北京南京东京却没有西京 中国有东京吗 东京不是在日本吗 是吧 这个东京是他应该是东京都的简称 京都是原来日本的首都 东京都原来是江户 1869年天皇说到江户去寻姓 没说正式迁都 但是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所以东京是这么来的 这个中国也有东京和西京啊 哪朝都有啊 对吧 你像那个隋朝 唐朝 东京洛阳 东都洛阳 西京就是长安嘛 是吧 然后那个宋朝也有啊 那宋朝东京是汴梁 西京是洛阳 南京是应天府 就是河南商丘 北京呢 就是那个大定府 就是今天河北的河间都有啊 是吧 所以他不是说这个这个没有吧 只不过今天用这个京都 这个北京南京的地名留下来的 就是这俩地儿 因为这是从这个明朝开始的啊 明朝开始的就是北方的这个 一开始的都城在南京应天府 后来迁到了北京顺天府 是这么来的啊 好 那狡猾的小爬虫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袁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好念 的确啊 说囚翻盘 记得您提到过英国所谓资产级革命 不彻底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那请问一下其他欧洲国家 比如德法 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妥协 而且美式政体也是一种妥协制衡吗 谢谢袁老师 德法出现了呀 怎么没有出现啊 你像这个 它只要是政治体制 确立都是各方博弈妥协的结果 德国等于就是资产阶级跟荣克贵族 妥协了那因为他那个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 所以没法用像这个英国法国那样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然后资产阶级上台掌权 所以只能是跟荣克贵族掌权 然后你权力在你手里 军队在你手里 但是你得鼓励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就你别打了老子挣钱 就这意思 所以德国在这个统一之后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间 它发展的速度是仅次于美国的 法国也有妥协 它这个政体不断的更迭 就是不断的在妥协 不断的满足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妥协的结果 美国就更是了 咱们讲了1787年宪法的制令 炒了好几个月的假 华盛顿就跟那听着 各方代表阐述 把你们各州的意见代表出来 然后咱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它肯定是各方利益妥协 求平衡的这么一个结果 好 这个ZIRAN里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原老您好 关于妙号和嗜号 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的嗜号和妙号 有没有可能是相同的 毕竟他们对同一位皇帝的描述 比如五宗五帝 文宗文帝 还是说古人会避免相同的字 如果不同的话 那岂不是矛盾了吗 还是说一个字在妙号嗜号中 有不同的含义 所以有所不同 望原老翻牌 谢谢 不可能妙号跟嗜号用一个字 五宗五皇帝 文宗文皇帝 没有这么用的 没有这么用的 这个最早啊 妙号就四个字 太中士高 因为这个天子立七庙 只能祭祀七位祖先 所以你这四个字就够了 祖有公而宗有德 太祖太宗 高祖高宗 中祖中宗 士祖士宗 加一块八位 七个就够了 从唐朝开始 所有的皇帝都进太庙供奉 太中士高 这四个字不够了 不够了 这个庙号就开始拿士号里边的字 来做他的这个庙号 但是他都是褒义的 因为中国古代五百多位帝王 得厄士的只有四十位 这四十位有三十位是先秦 那个时候也没有庙号 三十位是先秦 这个秦以后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得厄士的帝王只有十个 都是亡国之君 所以全是非常美好的士号 既然是美好的士号 尤其唐以后 那他就无所谓 他就两个美好的意思 你比如说 咱们讲十三陵开的那三个陵 开的那三个陵 就是长陵 是成祖文皇帝 立正安民约成 惊天伟帝约文 这都是好词 这些事搁在他身上都可以 立正安民 你说成祖皇帝是不是立正安民 惊天伟帝 然后你比如说万历皇帝 神宗显皇帝 民无能明约神 行见中外约险 然后他爸爸就昭灵开的 昭灵龙庆 牧宗庄皇帝 不得执意约牧 兵甲齐坐约庄 这都是好事 全是好字 好字再多他也不怕 但是没有说这个妙号士号 搁一块 没有这么干的 好 这个君罗问了一个问题 听历史 感觉很多总结王朝兴衰的原因教训 好像没什么道理 都是有了结果倒推原因 同一件事做成的称为大帝 不成的就成昏君 成与不成 运气占很大原因 望原色指正 这个太不对了 这个说太不对了 这个成的就是大帝 不成的就是昏君 运气占很大原因 这真太扯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讲 这个不是你说的 他这个成与不成 不是看运气 就是看你顺应不顺应 按大话讲 就是时代的潮流 天意民心 你顺应不顺应 你说他这个经验教训 是从结果可以倒推 因为他是后来的王朝 总结前朝治乱兴衰的教训 肯定是你这个事干出来了 然后我分析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然后你这么干的经验教训在哪 你这么干成与不成 给后世留下哪些值得吸取的 哪些避免的 但是他当时干这个事的时候 他不是说我就看我的运气好不好 我这事干了 你说我干成了 我就名垂青史 干不成我就一臭万年 绝不是那么着 你说俄罗斯打乌克兰 你干之前 你就要琢磨这事你能不能干 你这事根本就不能干 你这么干 你承担的所有后果 这都是你应该承担的 你没有成功的可能 你这么干的意思 就这么来 就说你比如说秦始皇 修立山岭 然后伐匈奴修长城 那边是隋阳帝 开运河 建东都 征高丽 你这事就没有成的可能 中国一共才多少人 你征发了那么多人 你肯定破坏生产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你不知道 那只能证明你傻 你不知道乌克兰不能打吗 你不知道你会被踢出 斯拉夫的系统吗 你不知道 只能证明你弱智 不是说这事 你干成了千古一地 普德地 干不成普憋三 不是那意思 你这么干 你肯定是个憋三 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好 这个 哎呦不错 我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您好 问个问题 在古代中央王朝 收农业税 地方官府收税之后 留下多少 上交朝廷多少 这个不固定 少的时候 要上交给朝廷 20% 这是至少 多的时候 六七十 七八十也有 宋朝以后 全部上交 然后呢 这个政府呢 就按照地方需要 再给你往下拨 所以为什么那个 朱熹 他讲了靖康之变 就是宋朝为什么灭亡 他说了这个原因 本朝建武代翻阵之弊 遂禁夺翻阵之权 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赏罚行政 一切收了 周俊遂日旧困弱 靖康之意 鲁迹所过 莫不溃散 你把财全收了 全部收归中央 然后中央再往下下拨 那一旦有战事爆发 陷了一项 修个城墙 都没有钱 这钱来不及下拨 所以铁迹所过 莫不溃散 那宋朝以后就都得交 都得交 宋以前 那你像那歌剧的时候 你说唐朝那翻阵歌剧 是吧 这个共赋不达于天府 板旗不入于朝廷 一封我也不给你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数额 然后这个 Tank问了一个问题 原来您好 想请教一下 之前您讲京剧那一期 韩信唱的那句 金顶叫换了银顶叫 是什么意思 求翻牌 这个京剧词 你就别问是什么意思了 尤其这些老戏 他好多都是那些艺人 就献编出来的 献编出来的 就甚至那个京剧里边 好多你只要看是那个什么 就是说骂不孝儿子 这儿子不孝什么娘 一个雷给劈死了 这都是慈禧为了骂光绪 这个献编的 是吧 这都是今天要开戏了 什么戏码事先都公布了 然后慈禧比如说带着光绪来看戏 一看光绪坐那慈禧就来气 这你俩都是发烧级的大票友 光绪皇帝对京剧了解的 简直是你那鼓少打一下 他都能知道 所以一看京剧 皇上那儿津津有味 准备看戏心里来气 卖兔崽子 是吧 给你观迎台了 你现在出来放分 你还看戏 小李子去 告诉他 今天骂他 给我编一段骂皇上的 这边这都办上了 要上要开罗了 小李子过来 太后传旨啊 今天编一段骂不孝儿子 这几个人就说 又傻了 老大人著名老大人公允府 就蹲这琢磨 一开罗 这词都得献编 献编 一见荒儿贵哀臣 开言打马无道的军 太好听了 这个过言 开言打马无道军 光训一脸 红一阵白一阵 那词都限 你说他就抓来什么 用什么 所以他不见得有什么意思 翻身上了马能行 什么叫马能行 并无有只言哄娘行 什么叫娘行 老义人也没有文化 只要顺口顺溜 抓过来就完了 就这意思 京剧词 你就别去问 他具体什么意思 是吧 那就太太那什么了 他不想昆取 所以问什么昆取是哑的 京剧是乱的 京剧过去叫乱谈 阿龙子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瑟 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 魏蜀吾 以及宋辽金之间的关系 对照今天中美俄三国关系 有借鉴意义吗 如果没有的话 借股建金 以始为鉴 以始为境 可以知兴替这些说法 我们怎么去理解 请指教 首先我再次重申一遍 把这个中美俄比成魏蜀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大的侮辱 对吧 有人老是动不动 这都啥年代了 人当年宋朝半部论语治天下 您都现在这年代还半本三国演义就治天下 动不动就你看看三国演义你就明白了 说这个美国强大 这就是魏国 这个江东地险民富 就是我国 然后蜀国穷兵独武好战 这就是俄罗斯 所以这三国必须是蜀无联合对付这个魏国 你想蜀无最后什么下场 最后谁完成的统一 那不是曹魏和后来的代替曹魏的晋完成统一吗 所以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毒诅咒 你说宋辽金 你把中国比成什么比成宋是吧比成宋还是比成廖还是比成金 也是恶毒的诅咒是吧 这都是21世纪的今天了是吧 您还拿这个好2000年前的事来比 那时候有联合国吗 有国际法吗 有日内瓦公约吗 这些那会儿都没有是吧 所以完全没有可比性 你一事为敬可以知星体 指的是大面积 比如说什么中校结议了 什么仁义理智信了 什么这忍者无敌了 什么这些东西 你去对今天有借鉴的意义 您别拿着一段什么全谋跟今天比 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你可以推荐看一个电视剧叫大染房 大染房猴勇演的 就是民族资本家怎么在日本的压迫之下 那里面动不动就整天就是三国演义 这个计那个计这个计那个计 最后根本就没有用 你看那个就能看得很明白 好 金玉良言问了一个问题 一直想不明白甲午战败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说法 是公认的吗 为什么 梁启超先生讲 五国三四千年大梦之初唤醒 十字甲午战败割台湾长二百兆史 你甲午战败之后 中国才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体制的问题 才会出现什么这个戊戌变法 走这个孙中山先生才成立这个星中会 1894年不成立星中会 1895年就广州起义了 就想推翻满清 建立民主共和国 所以以前我们是打败了 但是我们败给谁了呢 英国法国 对吧 咱说句不要脸的话 全世界谁打得过英国法国 在当时英国 谁打得过英国 连美国的白宫都被英国烧了 对吧 你说谁打得过英国 你说欧洲人打得过英国吗 拿破仑打得过英国吗 你法国打得过英国吗 俄罗斯 印度 南极 企俄 哪个都打不过英国 所以我们就败给了英国 我们在东亚还是天朝上国 什么越南 泰国 琉球 朝鲜 照样来给我们进攻 但是甲午一败可就彻底完了 中国最后一个藩属国也独立了 中国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甲午战争 日本以区区数万之众 寥寥数十周师 一战捡我最亲之藩属 二战赴我水师 三战陪都戒严 四战危海卫之海军大涕矣 所以这个对中国是创具痛身之祸 这个才促使中国上上下下觉醒 所以有人讲甲午战争才是 近代中国跟传统中国的分界线 这道理就在于此 好 这个网友省略号 这个真简单 想请问一下 袁老师 罗马时代的日尔曼人 高卢人应该是农耕文明 后来灭掉罗马帝国 建立的封建制度也应该是农耕文明 但是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候 又成了海洋文明商业文明 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接受的商业文化 海洋文化 如果是灭亡罗马的时候中世纪为什么执着于土地的封建千年呢 忘解祸 这个我的一个系列节目好几十集的这个海洋帝国就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上线正在陆续的更新中 就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一直讲到英国日波洛帝国 所有的这些海洋帝国是怎么靠着商业建立起霸权的 包括这个希腊 罗马 这个迦太基 拜占庭 阿拉伯 后来的威尼斯 热纳亚 还有后来荷兰 西班牙 英国 就这些海洋文明是怎么建立的 就能完全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而且这里边我首先讲一下 像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他们谈不上是农耕文明 他们绝对谈不上是农耕文明 他们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 甚至也可以讲它仍然属于海洋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是那种定居金耕细作靠种地这么活着 是有点游牧 有点海洋 再加点商业 总之跟农耕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这么一种文明形态 或者讲的叫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东北肃胜系民族那种渔猎文明 更多的是像那个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就回答到这 看下一期呢 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问题 咱们接着翻牌 谢谢大家